宫占江陵,扩充西魏陵土,拥立宇文爵建立北州,总领左右十二军,专权十五年的北州晋国公宇文户。 宇文户自萨宝,带郡武川人,先卑竹,北州初期全城,周文帝宇文太之职,少汇宫宇文浩的第三子。 宇文户年幼时,端庄正直,又有志向和气度,被主妇宇文公所喜爱,对他的期望胜过他的各位兄长。 北魏正光五年,公元524年,宇文户十二岁时,父亲宇文浩去世,随同三叔宇文洛生,四叔宇文太,在北魏河北农民起义军首领,伪其天子葛荣的军中任职。 葛荣失败以后,迁居靖阳。永安三年,公元530年,宇文泰跟从北魏关隆集团第一代首领贺八月西征入关,宇文户因为年幼而未随从宇文泰。 普太元年,公元531年,宇文户从靖阳来到平良,十年十九岁,当时宇文泰的儿子们都还年幼,就委托宇文户管理家族,他虽不施威,而将内外治理得森然有序。 宇文泰曾夸奖宇文户的志向气度都很像他。 太昌元年,公元532年,宇文泰出镇夏州,留下宇文户随氏贺八月。 永熙三年,公元534年,贺八月被侯茂陈岳在何取杀害。 宇文泰前往平良,封宇文户为都督,随宇文泰前往水落城,征讨北魏将领侯茂陈岳,将其击败。 大统元年,公元535年,因盈利西魏文帝元宝具有功,被封为水池献薄十亿五百户。 大统初年间,加寿通职散旗常侍真鲁将军,又已参与定点月之功,敬奉公爵,十亿增加一千户。 宇文户曾随着宇文泰活捉了东魏京畿大都督斗泰,收复了侯茂攻克沙碗,大战河桥,每次军立下战功,因此身为镇东将军大都督。 大统八年,公元542年,晋升为车企大将军宜童三思。 大统九年三月,在芒山之战中,宇文户率领先锋诸将被东魏军包围,都督侯福侯龙恩挺身礼遇,才幸免于难。 当时,西魏八驻国之一的赵贵等军也已退却,宇文泰于是撤军,宇文户因此而被免关,但很快又恢复原职。 大统十二年,加授飘骑大将军,开辅一同三思,进封中山宫,十亿增加四百户。 大统十五年,出镇河东,升大将军。 西魏工地元年,公元554年9月,宇文户和于景南征南梁江陵,宇文户率领青庄骑兵为先锋,日夜奸臣,又派皮匠进攻南梁边境城镇,逐一占领,并活着南梁巡逻侦察的骑兵,军队一直进逼到江陵城下,城中守军没有料到大军来得如此迅速,纷纷惊慌失措。 宇文户又派两千骑兵切断长江渡口,征集船只以待后援,大军开道之后,包围了江陵,并将其占领。 宇文户因此战功,其子宇文慧被封为江陵宫。 当初,襄阳蛮族统领向天堡等万余人平时险要作乱,大军回师时,宇文户率军将其荡平。 西魏工地三年,公元556年,宇文太西行巡逝,到了千屯山的时候患病。 派人驾驿站车马船见宇文户。宇文户到了靖州见到了宇文泰,而宇文泰此时已经病危。 宇文泰对宇文户说,我如今已危在旦夕,恐怕不久于人世。 我的儿子们都还年幼,但是外敌类优尚未平定。 此后,国家政权都托付给你,希望你勉励从事完成我的志愿。 宇文户泪流满面,接受了命令。 行至云阳,宇文泰去世。宇文户觅而不宣,到长安才将丧事公布。 宇文户治理内外大事,安抚文武百官,人心才逐渐安定下来。 周孝敏帝元年,公元557年,宇文户迫使西魏公帝善位于宇文泰第三子宇文爵。 宇文杰自孝敏帝,趁周天王建立北周,拜宇文户为大司马,封靖国公,十亿一万户。 同年,与宇文泰同辈的大将军赵贵、独孤姓等人不服宇文户专政,策划协杀宇文户。 宇文户趁赵贵入朝之际,将其捉拦,凡参与者一律处死。 不久,宇文户身为大总宰,但因为宇文户大权在握,孝敏帝也怕宇文户造反。 听从其他大臣的建议,多次率领武士在后院讲习擎拿动作。 宇文户暗中得到消息,就将孝敏帝身边的靖臣大多外放出去当刺史,但是孝敏帝仍然对他有所猜忌。 宇文户加紧把控朝政,吉宫伯、乙福凤等人更加恐惧,加紧密谋,准备约定日期,召集各位公爵会业,趁机抓住宇文户,将其杀掉。 张光落把他们前前后后的密谋全部告诉了宇文户。 宇文户于是召见驻国贺南祥、小司马玉池刚等人,对他们讲了乙福凤的阴谋。 贺南祥等人劝宇文户罢处孝敏帝。 当时,玉池刚统领禁军,宇文户就派玉池刚入宫,召见乙福凤等人议事,等到他们出来时,便一个个的都抓起来送到宇文户府邸。 宇文户趁机遣散肃民兵,派贺南祥逼迫孝敏帝退位,把孝敏帝幽禁在他从前的府邸里。 于是,召集全部公卿,在门外处斩杀了乙福凤等人,还处死了李直、孙恒等人。 不久,把孝敏帝宇文户也杀了。 宇文户到齐州,盈利了宇文玉为帝,视为北州民帝。 北州民帝二年,公元558年,宇文户被任命为太师,赏赐路车免服。 其子宇文治被封为崇叶郡公,后改庸州赐使为幕,让宇文户担任,并赏赐他钟情内乐器。 武成元年,公元559年,宇文户上表,请求把朝政大权还给明帝。 明帝答应了他的请求,但军国大使仍然委托于宇文户。 明帝性格聪慧,有见识胆量。 宇文户很惧怕他,有一个叫李安的人,当初以厨艺得宠艺宇文户, 被提升为善部夏大夫。 五成二年,宇文户悄悄命令李安在明帝的食物中下毒,于是明帝卧病而死。 宇文户奉立宇文太第四子宇文雍伟帝,视为北州五帝,百官各同龄几职,听命于宇文户。 从宇文户担任丞相时期,就设立了左右十二军,由丞相府同管。 宇文户去世后,左右十二军都受宇文户截至。 凡是军队的争调,没有宇文户的守令就不能行动。 宇文户在自己的府邸,屯兵防卫,比皇宫防范的还要森严。 无论大事小事,宇文户都是先行决断,再上报皇帝。 保定元年,公元561年,朝廷任命宇文户为都督中外诸军事, 令吴府受天官统侠。 有人为了迎合宇文户的心意,便说, 周公德高望重,鲁国建立文王之庙, 宇文户的功劳可比美周公应当沿用鲁国之礼。 于是,少令在同州晋国公府邸,建立德皇帝宇文公的别庙, 让宇文户祭祀。 保定三年,公元563年,北州武帝宇文雍下诏说, 大总载晋国公宇文户,驻镇完成地业,安养天下百姓,功勋无比。 从今以后,赵告及官方文书一律不准直称他的名字, 宇文户上表一再谦让。 保定三年,突厥率军前来赴约,宇文户鉴于北齐, 才送还他的母亲,不想立即对他用兵, 又担心藩帮不讲信用,以后边境上将有祸患, 无可奈何之下,只得请求东征。 同年九月,赵令宇文户率领大军伐旗, 征调二十四军,京城左右的兵户以及秦隆巴蜀等级的军队, 还有各藩国的兵力,总计二十万人。 十月,宇文雍在皇宫,受给了宇文户辅月, 大军出发到了同关,宇文户派驻国御持久, 率金兵十万,担任先锋。 大将军全景轩,率华山以南之兵,出击豫州, 少师杨首飘,从旨关出兵。 宇文户将各营相连,缓缓推进, 重兵驻扎在鸿隆, 御持久围攻洛阳, 驻国齐国公宇文县, 郑国公达西武等人在芒山扎营。 宇文户原本曾下令挖断河阳道路, 以阻止北齐援军, 然后集中兵力进攻洛阳, 使北齐类外决断。 而将领们以为北齐军一定不敢前来救援, 只在河阳路上派出了巡逻兵。 当时连日天鹰大雾, 北齐骑兵向前直冲, 围攻洛阳的军队迅速溃散, 只有于持久率数十纪抵抗, 齐国公宇文县, 又都率芒山诸将抵抗, 全军才得以返回。 全军轩此时已经攻占豫州, 随即因洛阳解围, 也领军撤兵。 杨首飘在止关阵亡, 宇文户于是率军撤回。 由于此战无功, 宇文户与诸将叩首请罪, 宇文雍却没有责怪他们。 天和二年, 公元567年, 宇文户的母亲去世, 随即下诏, 令宇文户出来处理政事。 天和四年, 公元569年, 宇文户巡视北部边境城镇, 到宁州返回。 五弟宇文雍由于宇文户全亲朝野, 历密地为王宇文直策划对付宇文户的办法。 公元572年3月18日, 宇文户从同州回到长安, 宇文雍驾临文安殿, 见过宇文户后, 领他进入韩人殿拜见皇太后。 宇文户入殿之后, 按照宇文雍所言, 向太后朗读9号。 还未等到读完, 宇文雍用御护从后面打他, 宇文户倒在地上, 宇文雍又令太监和拳拿玉刀砍他, 和拳害怕, 砍下去后没有伤着宇文户。 此时, 魏王宇文直预先藏在室内, 于是冲出来将宇文户杀害。 宇文户被杀后, 宇文雍召见公伯、 长孙男等人, 告诉他们的这件事, 立即下令逮捕了宇文户的儿子们, 包括驻国、 谭国公宇文慧、 大将军女国公宇文智、 崇叶公宇文靖, 以及他的党羽, 驻国侯府侯龙恩, 大将军万寿, 大将军刘勇, 中外府斯陆尹公正, 以及善部下大夫李安等人, 全部处死。 即至建德三年, 公元574年, 宇文雍下诏恢复了宇文户, 及其诸子原来的封爵, 追加宇文户氏号为道, 并将宇文户重新安葬。 纵观宇文户的一生, 他在宇文太死后, 长期执掌西魏和北州的大权长达15年, 对于宇文家族统治地位的确立, 和北州政权的稳定起了极大的作用。 虽然北州的国力, 在他的执政期间, 蒸蒸日上超过了北齐, 但是因为他掌权期间, 先后废杀三位皇帝, 从西魏宫帝拓跋扩, 到北州孝敏帝宇文爵, 和明帝宇文玉, 这也使得他在儒家中军思想引导下的 后世朝代的史书上被无限的贬低, 称其为全城的代表。 但不可否认的是, 宇文户12岁从军, 后来跟随宇文太南征北战, 参与过无数的著名战争, 如小关之战, 沙院之战, 河桥之战, 芒山之战, 拜侯岳成岳, 窦泰, 甚多拜少。 更担任先锋攻破江宁城, 被宇文太称为此而制度类伍。 因此, 宇文户被收录在本人所品的 中国古代名将之列。